本节目由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企划制作 哈喽,欢迎收听艺术深线R-TypeA Liv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威萱,Vivi 那我们今年开始啊,我们的中华民国画廊协会 开始跟台湾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有更多的馆计合作 那相信呢,喜欢艺文,借一些新闻或艺术品的大家 一定会注意到,最近呢,在奇美博物馆 有一个从拉斐尔到泛谷的英国国家伊朗珍藏展 据说呢,我们现在观展人数已经突破10万人 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策展代表蔡海广先生 来跟我们大家聊聊,这个展览到底是怎么来的 还有碰到了哪些状况,执行中又有碰到哪些难处 那我们来欢迎蔡海广先生 哈喽,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蔡先生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称呼的方式 一直叫蔡先生好像是不是有点生疏 叫我海广就可以了 海广吗?好,没有问题 那海广您这次是作为这个策展代表 不知道说您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展览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一次这个策展呢 它其实是我们去年年初的时候 有看到上海博物馆一些相关的消息 就是他们正要举办英国国家一郎的巡回展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惊讶 就是说因为对我们来说 英国国家一郎是很知名的一个世界上的一个美术馆 它很难得会去做一个巡回 那这次既然到了上海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来到亚洲的机会非常难得 在六月的时候我们就有主动去联络英国国家一郎 就说我们是来自台湾的奇美博物馆 然后我们其实知道你们目前正在亚洲有个巡回展 我们很希望就是可以成为它的其中一战 让台湾的观众也有机会 可以看到这些很珍贵的知名的这些西洋绘画师大师的作品 是 那是怎么样开始这个接洽呢 因为我相信要让这么多珍品来到台湾 一定有很多的难处 对 就是英国国家一郎他们就跟我们开始进行一个接洽跟联系 那其实这个筹备跟沟通过程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因为毕竟英国国家一郎他刚好今年成立200年 然后他过去从来没有来到台湾做过巡回展 所以他对奇美博物馆也是比较陌生的 所以我们双方就花了很多时间去针对合作的细节 怎么样去呈现等等 然后去做反复的沟通 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对奇美博物馆有了更多的了解 然后对于我们的能力 还有软硬体的环境啊设备啊等等 都有很多的信心 最后我们终于在今年2月19号的时候 我们可以正式的宣布这一档特展会来到台湾的奇美博物馆 是 那其实我相信听众朋友也许有的会有经验到国外去参加一些美术馆 或是博物馆的一些展览的经验 那我还蛮好奇的是像这样子大规模的展览 到台湾的奇美来展的时候 他们在硬体设施上或是软体设施上 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或是我们不曾面对过的需求 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呢 我觉得能够促成其实也跟我们过去 就是从2021年开始 我们有跟英国的V&A博物馆 以及后来英国国家肖像一郎合作特展 都有一些相关联 因为毕竟我们有办了这两次国际性的一个展览 所以我们对英国的这些知名博物馆的合作的经验 或是他们的一些软硬体的一些需求 其实我们都有比较熟悉了解 但是我们得说就是这次跟英国国家一郎的合作呢 可以说是合作特展以来最困难的一次 因为他们是国家级的美术馆 然后他们收藏的这些 也都是非常知名的珍稽的画作 因此他们对于软硬体的这些环境的一些要求 可以说是非常的严格 包括像是展览的温湿度啊 这些或是馆内的音量 它都有一些相关的严格的标准 此外还有一些保全的控管 运输这些展览的保险啊 运输过程啊 然后到光线 对于这些画作的照度 还有展示的设备的材质 他们就有列了24页 就是一条一条的哦 一条一条 所以24页其实非常多 严格的这些标准 都是需要我们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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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要达到他们的要求 他们才会觉得 我们是提供一个很好的展示环境 可以让这些增绩 在这个我们前美国馆座展出这样子 是 天哪 参展要求 我以为是24条 没想到是24页 那真的是非常严格的 真不会是国家级的展出哦 是 那还蛮好奇的 其实现在展出 从开始策划是去年年初发现 他们要来亚洲巡回 到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对外开放展览 在您心目中有没有比较有趣 或是印象深刻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的 那有提到说 我们之前有跟另外两个英国的博物馆有合作 但是刚好当时呢 遇到疫情 所以我们像VNA的博物馆的话呢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让对方的馆员 来我们这边做布展 所以呢 我们在英国国家肖像一郎的部分呢 也是用视讯的方式来做布展 这次呢 因为疫情已经趋缓了 所以他们也是非常的严格的 一定会派他们的馆员 包括修复师 还有展览的经理人 以及负责这个艺术品持拿的监督的馆员 他们都有来到奇美博物馆 因为他们非常的在意这些布展过程的安全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 也是我们第一次跟英国国家 这些博物馆的馆员们 就面对面一起合作 去参与这个布展的过程 对我们来说 其实当然也会有一些压力 就是毕竟要跟这些专业的馆员们合作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他们都非常的人 非常的亲切 但是他们在专业性的态度上面 其实不论是从开箱 布展 这些过程中 我们都感觉到他们是非常的专业 跟专业的部分 所以对我们来说 其实这几次合作我们都会发现 我们不是一种 就是我们是请对方 希望对方借展给我们 他们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 看我们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合作过程中 他们其实也会很尊重我们的沟通 我们的想法 包括我们怎么样去 有我们的展览的规划的想法 他们都是给予非常多的尊重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也是让秦美博物馆的馆员们 可以透过这次的合作 然后有更多的一些经验的累积 我觉得是参与这次展览筹备 很大的一个收获 是 对因为我觉得 其实机会好像还蛮难得的 虽然我知道现在很多国家级的 美术馆里面 不管是策展组或是执行组 很多人都是有国外留学的经验 但是呢 实际可以跟国际级的美术馆 博物馆的一些行政人员 或是部展策展人员 可以交流的机会 我相信也是蛮难得的 那我们讲到展览 能不能请海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次的策展 为什么是这样规划 几个展区又各有什么特色 其实当初英国国家一郎 他对于亚洲巡回展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这是一个缩影版的英国国家一郎 就是观众来看这个展的时候 其实就好像去 参观了英国国家一郎的一个缩小版 就是因为他收藏的范围 其实就是从文艺复兴 一直到20世纪初的印象派 那所以呢 这一次的展出的选件 也是依照英国国家一郎 他本身的整个收藏的脉络 然后来挑选的 所以呢 其实当观众来参观的时候 你就好像走了一次 西洋艺术史发展一个脉络的概冒 因为你会看到非常多代表性的画家 在不同时期都有出现 然后所以我们四个单元里面呢 其实刚好就是跨越了四百多年的西洋绘画史 所以我可以来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大概有分四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是人文的书型 欧洲文艺复兴绘画 他主要就是介绍文艺复兴初期 新盛期 以及北方文艺复兴的作品 那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 像有波提且利 或是拉斐尔 然后威尼斯画派的 乔凡尼贝尼尼 以及提香 这些非常具有代表性 指标性的艺术家 他们都有他们的画作 在这边做展示 尤其是拉斐尔 他的作品很难得可以来到台湾 这次他展示的是 圣母子与实习者约翰 比较小型的一个宗教画 那第二个单元呢 就是从王室到培民 他是介绍巴洛克的艺术 那其实就是刚好 文艺复兴之后出现了角式主义 之后就出现了巴洛克的艺术 那巴洛克主要 在这次我们翻为两个子单元 一个是南方的巴洛克 以及北方的巴洛克 主要会有分南北方 就是因为有宗教改革 这个当时一个历史实践的原因 所以南方是比较属于旧教 就是天主教的这个国家 像意大利 西班牙等等 所以他们是比较追求一些 华丽的氛围的一些风格 比如说是戏剧性的光线 色彩 或是说人物比较夸张的表情等等 那像这次呢 就是一些重要的艺术家 像是卡拉瓦桥 或是风景画的大师克劳德 他们都有作品来到这里 那北方的巴洛克 就是现今的荷兰 或是比利时这个区域 那代表画家就有林布兰 林布兰他是很知名的 荷兰的肖像画家 这次又展出他一幅 63岁的自画像 是他人生晚期 就是他去世前 创作的自画像 就是很难得可以看到他 人生最后 他的一个形象的作品 那第三个单元叫做 就是探索与创造 壮有风潮 是18到19世纪的画作 主要是当时呢 英国贵族流行一个 叫壮游的一个运动 就是他们成年了 他们就要去欧洲 当地一些古老的一些城市 像是意大利 或是法国这些地区 他们要去增广见闻 然后去认识当地的贵族 艺术家等等 所以他们 要离开的时候 他们就会带一些纪念品回去 当然就像我们去纪念品店 出国去纪念品店买风景的明信片 他们也会委托当地的风景画家 帮他们画当地的风景画 或是请肖像画家 帮他画肖像画 就像拍照一样 所以当时的欧洲的艺术 明显发展是很蓬勃的 胜于英国 当他们把这些画作带回英国之后 对于英国的年轻艺术家 是很有启发的一个效仿的作用 所以后来第二个子单元 是关于英国的艺术家 他们怎么样吸收这些知名的大师的画作 然后他们重新再去创造自己的风格 而有名的画家 像是风景画的部分 就是透纳 还有康斯塔伯 这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英国的风景画家 然后肖像画的部分 有汤马斯劳伦斯 以及根兹伯罗等等 好 那我们最后这个单元 第四单元 是光线与色彩 印象派的绘画 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一些印象派的大师 都有一幅的作品来到我们这次的展场 包括像是马内 莫内 雷诺瓦 后印象派像是范古 高跟 赛上等等 对 所以呢 这次我们可以说 这个展览就是 不但是它的横跨的时间的长度 达到四百多年 此外呢 它画作的主题也是很多元的 包括我们该提的宗教画 肖像画 后来的风景画 镜物画等等 到印象派的画作等 都是非常的多元的一个题材 再来就是他们艺术家的知名度 我刚才有提过这些画家 其实都是西洋艺术时尚赫赫有名的代表的大师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全明星的整容 就是如果用比较现代的一个语会来讲的话 就是这一次的展览 就是对于观众来说 可以那么的具有一个吸引力 话题性就在于这一次来的基本上都是知名画家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是这档特展能够来到台湾 来到青美博物馆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所以还蛮推荐就是台湾的听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其实都可以把握机会 我们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 还有展期还有两个月 所以也欢迎大家来青美博物馆看展 是因为我们其实台湾从不早2000年开始 包括在念书的时候 就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展览都蛮多的 可是有的时候往往一个展览 其实就看一个经典 可是我这样听下来 整个青美博物馆 这次从拉菲尔到范古 每一个角落好像都有非常多不容许忽视 然后都是你很熟悉的人 就是我们从小在我们的美术课本上 都看得到这些艺术家的名字 那其实开展以来已经十万个人去看过展览了嘛 那也有很多的新闻媒体啊 KOL都会告诉我们说 什么懒人包你必看的18幅 或是必看的24幅的艺术品 但是呢我想 其实也是有一些艺术经典品 是我们好像不小心一谎言就忽略 不知道牌广作为我们这次的策展代表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几幅 你心目中觉得说 他可能不是这么醒目 但是呢如果你经过了 请停下脚步 欣赏一下墙上的画作 有没有这一类的就是算是影经品的部分 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好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可能会不要 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师 但是他的确的画作是非常精彩 值得大家去参观的时候 多驻足可以去欣赏的部分 第一幅呢是文艺复兴 这个单元的一位画家叫做梅西娜 他画的这幅画作叫书房中的圣洁若母 这幅画作呢 他其实也是我们特展的 一进去的在族视觉强 我们选了这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 为什么我们不是选拉斐尔或是泛骨 其实呢主要是 因为这幅画作呢 是本次特展里面最资深的 它是年代最久远的一幅作品 然后这幅画作呢 因为我现在可能直接用声音去描述 其实我请听众朋友想象一下 就是大家看到这幅画作呢 就是一个值得作品 然后呢 好像是一个教堂 有一层一层的一个构图 我们可以去解析一下 就是会先看到教堂外面有个拱门 然后你进去这个拱门之后呢 你发现教堂的内部有很特别的一个 半开放式的书房 书房里面做了一个 穿着红衣服的圣人 他叫圣洁洛姆 是基督教的圣人 他正侧身的 正在看书 视线在往后面延伸 他竟然呢 还有一些小窗子 窗子的里面呢 竟然就是 其实这个窗子呢 在真实的画作里面 可能只有一个手指的指节那么小 对 因为这幅画作其实只有A3 A3师傅 但是呢 这幅画作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 因为包括圣洁路母的书房里面 他的书架上面摆了各种的物品 他的下面的地砖也是雕刻的非常的精致 我刚才说 窗子外面呢 你这样还可以看到山脉 河流 城堡 还有很多一些划船的人啊 骑马的人等等 所以这幅画作 想像A3这样一个小小尺度的一个画作 但是里面暗藏了非常多的细节 所以尤其是这幅画作 是文艺复兴初期的作品 他不是很成熟时期的一个新盛期的画家 这位梅西娜 他可以说是 有点像是金雕细琢 他在这幅画作 暗藏了非常多他很细微的细致的描写的这些细节的部分 所以呢 我会推荐大家 当你来到特展的时候 你先会 一定会注意到这样的一幅 教堂里面的书房的作品 用大图输出的方式在墙上 大家就可以先去看一下 这个作品的大图输出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细节 再来你进到展场去看有人做的时候 你才会惊讶到 画家怎么可能在这么小幅画里面 画了那么多细节精致的这些视觉的图像 在这个作品里面 是 那我还想要帮听众们来问一下海广 因为像我以前去逛美术馆或博物馆之前 我每次都要做好多功课 尤其是上去那种罗浮宫比较国家级的 觉得说 天哪 那个时代从好久好久以前 到我们可能很当代的艺术全部都在里面 我们每看一个展区就要翻译本书 那不知道 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看到新闻 可能看到我们的广告文学 会对这个展览感兴趣 我们有什么前辈知识 是需要在观展前补足的吗 或者是您有什么建议 给我们第一次进到展馆们的观众们呢 好的 那这一次的展览是 我刚才说过很难得嘛 所以其实应该是 很多的观众朋友 无论对于艺术有没有兴趣 你都可能会 我好想要来看一下 有点是一探究竟 看一下这个展览到底在展什么内容 但是要怎么样在短时间里面先 有些做一些功课 让你进去展览之后不会觉得说 哇 好多画作我眼花缭乱了 没有办法好好耐心去看 所以我会建议呢 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你在看展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到奇美博物馆的官网 我们官网里面的那个特展的介绍网页里面呢 有一个连结是可以下载这次的展品的清测 就是52幅的作品 包括它的艺术家年代等等都有相关的详细的资料 所以你可以先下载 去了解一下 这次有哪一些艺术家会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 有些原来是我以前美术课历史课有看过的这些画家 然后呢 你可以选 就选实践好了 不要多 选实践你有兴趣的艺术家 或是他的画作 可以先上网搜寻一下 了解一下这个画家他的背景是什么 他的艺术风格是什么 他这次的展出的画作主题是什么 所以当你有一个先基本的了解之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到时候 到了现场来看的时候 你就不会花太多时间要去看展板 你就可以去看到这些艺术家的真机 你才会有一种 虽然你可能上网可以先看到这些图档 但是当你在展场看到这些画作的本尊的时候 你才会惊艳到 因为看原作才是最直接去感受到 这个艺术家的一个创作的特色 包括他的笔触 他怎么样去描绘一些物件的细节 像是梅西娜 他怎么样去诠释所谓的书房中的一个层级的部分 或是范骨 他怎么样透过鲜艳的颜色色彩 去慢慢有点堆叠出来 他眼中的这些草地以及蝴蝶的部分 所以蛮推荐给大家 此外就是因为其实到现场 我们参观的人潮其实是蛮多的 所以千万不要就是一件一件的作品 就是从第一件开始慢慢去跟着人潮 然后去看一件一件的作品 因为你当你看到一半的时候 你可能就已经生理跟心理都已经很疲累了 反而就是会错过你本来想要看的作品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 你先以一个浏览的角度 去四个单元先走一遍 先看一下 这个展区大概有什么画作 先了解一下 之后你再去看 你之前做功课的那十幅画作 你就多花一点时间驻足在这个地方 前面的观众会慢慢离开 你就可以慢慢走到画前面 才可以有一点时间去消化 去验证你所谓认识的范骨 拉斐尔林布兰等等 这样的话才会更有的这些所获得的部分 此外我们也推荐就是 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些定时的导览 是有专人导览 或是也可以借语音导览的部分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部分 你可以慢慢的用耳朵去倾听 然后用眼睛去看画作 就会有更好的一个收获 是我们这次展览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其实听众们可以把握时间 我们到奇美博物馆来看看展览 那其实我们脱开展览 回到奇美博物馆好了 我们其实台湾这几年来说 陆陆续续有很多的私人 或者是国立或是公立的美术馆开张 那不知道奇美博物馆 它的创办理念跟定位是什么呢 奇美博物馆的创办人是许文龙先生 听众朋友可能都有听过 但是不一定知道 他当初创立奇美博物馆的初衷是什么 其实许文龙先生他在小朋友的时期 就已经有去参观过一些免费的博物馆 所以他其实有个心愿 就是当他未来有能力的时候 他可以盖一座博物馆 是让大众都可以进来参观 而且都会有找到自己有兴趣的展品 所以我们收藏的面向非常的多元 包括像是绘画雕塑 这是艺术的部分 我们还有兵器乐器跟动物的标本的部分 所以希望了不论是你是三岁的小朋友 或是八十几岁的老奶奶 你来这里的话你都会找到你有兴趣的这些展品 然后因为我们推广的是西洋的艺术的部分 所以包括像是我们收藏非常多写实的一些西洋的画作 就是让观众朋友你不用出国来西美博馆 你就可以欣赏到这些西洋艺术史知名的画家的作品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英国国家艺朗特展 他算是一些很重要的拼图 帮我们原来常设展艺术厅里面 本来我们也是按照时代的脉络去呈现这些艺术作品 但是我们可能有些重要的大师庙在现场 而这次英国国家艺术的这些作品 就像重要的拼图帮我们把西洋艺术的一个脉络 把它拼凑起来做一个很完整的部分 所以很推荐大家如果难得的机会 可以来到秦美博馆看英国国家艺术特展 也可以把握机会去我们的常设展 去看一下西洋艺术相关的其他的艺术家的作品 还有我们其他有丰富主题的展厅这样子 是这样听起来是一个老少贤疑 不管什么年龄层的人进到秦美博物馆 都可以找到自己可能感兴趣的主题或是艺术品 那这样在未来还有什么 在今年度还有什么策展规划吗 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其实秦美博物馆的特展 它其实因为我们常设展主题 本来就已经很多元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特展 是一个不设限的一个脉络的定位 所以我们过去有办非常多不同主题的 甚至有跟当代艺术家合作的像是 银子艺术家的魔幻展或是折纸展等等 甚至还有动物主题的创作灯 而我们其实也有以我们的馆床去做一些发挥 像是我们上一档次叫做跳出格子 这个特展其实就是以产业类的馆床打字机缝纫机 然后我们去找当代艺术家有用缝纫机编曲 用打字机画画的当代艺术家合作 那我们未来的策展的方向其实也有很多的可能性 包括我们还是会希望持续的跟一些国外的博物馆 有一些合作的机会 我们可以引进一些知名的展览 此外我们也会以我们的馆床去做一个诠释去触发 像我们未来下一档的策展 先透露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这次会以我们的馆床为主 而主题就是跟刚好该介绍过的北方巴洛克 就是尼德兰 大家可能熟悉的叫荷兰 这个地区当时黄金时期 就是16、17世纪的一些知名 一些有名的画家他们的画作 然后我们会以这样的画作为主题去做一个展览 所以欢迎大家之后也可以来参观我们的新的特展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棒 那我们就是可以再跟听众recap一下 假如说你对这个展览感兴趣 那你也是第一次去接触这些艺术家的珍品 可以先上青梅博物馆的官网 特展区里面呢就有这次展品的清测 里面有一些艺术家的讯息等等的 那你可以先快速的浏览 找到你心目中可能top 10 记下来大概知道一下它的背景 那我们等到实地到我们博物馆去参观的时候 你就可以花个时间慢慢的驻足 不用跟着人挤来挤去的 挤到最后心跟身都累了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海广来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展览 那我们展期呢是 我们到9月1号 到9月1号 所以我们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那暑假档期欢迎父母带着孩子或是男朋友带着女朋友 小孩带着父母一起到我们奇美博物馆来看我们这次的 从拉菲尔到范固 英国国家一篮 珍藏展 好我们谢谢海广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朋友